后面补充一下 当然我们刚刚主要有几个地方有改 包含就是说 我原来的蓝位名称是ABCD 未来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有意义的名称 比如说编号 姓名 生日 血型 这也OK 像刚刚同学说ABCD 也可以 不过有的时候 你要看实际上应用的专案额定 像有些专案真的很小 金额也非常小 或者说你自己的用的东西 那明明就是很简单 你干嘛还要特别给他一个有意义的名 有时候像我自己用的 我就随便给他一个名称就好了 反正我自己看了什么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正式的 或者是他的那个 给的预算比较高的话 那你就正规一点 OK 所以有的时候还要问说 客户端你的那个预算是多少 直接问他比较快 不然有的时候你跟他谈半天 最后他说他预算只有很低的价钱 好 那很低的价钱我们还需要谈吗 你说你有多少钱 我只有五千块 就再联络了 OK 类似像这种吗 所以通常我就不直接谈 我就直接问他说你有多少预算 对 有多少预算做多少事情 不要说最后我帮你规划了很久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 最后你跟我讲说 你有只有这么一点点 对OK 所以其实有时候还要试情况 里面的话我大概改一个就是 他的栏位的那个形态 OK 比如说一般是indage 其他会改的像这个daytime 但是如果说你用indage 你将来input的 就是incent into的前后 那个单以后可以拿掉 不过我试过其实也可以不拿掉 都可以 再来的话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有旧资料跟新资料问题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就把它删掉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 有input的一些资料到那个 我们database里面 那这个database里面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的吧 在刚初始化的时候 比如说member02里面 如果已经有这些资料的话 那我应该先 假设一启动的时候先删掉旧的 再low新的 可能有一些新的嘛 新的会员 那如果旧的会员 你变你用旧data你新的会员就找不到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旧资料给删除 如果其实在什么 在这个你的那个 SQLite Browser 你可以这边上面有一个什么 delete table 它也可以帮你把它删掉 但是如果说 这因为这个是图形化界没有吗 如果你要把这个删掉的话 你可以这样把这个叫delete table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用SQL语法 在其实这边也可以下一个 一个SQL语法 那你只要下一个什么 下一个叫drop table table名称给他就可以了 OK下在这边 语法你们也可以参考这里 其实就是drop table 那这边的话呢 其实if exist 刚刚有个if not exist 把它这个drop table 那table名称放后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drop什么table呢 drop那个就是table member01好了 那你就把drop table table名称给他 后面也是execute execute query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没有错误表示已经删掉 这个时候你再到那个 brows data里面看 那你的那个member01就不见了 OK有member02 比如member02也要删掉的话 那你就drop table2 这样子那你就把它execute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把member02也不见了 如果说呢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部分写到程式的话 也很简单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两行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的程式 也许就是在insertinto之前吧 在我们insertinto 我可以怎么样 一样去连资料库 一样连资料表 再建一个资料表的上面 这边我先怎么样 先drop它 drop它之后的话呢 我再重新create它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一启动 就更新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做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 我如果不要drop掉table 我可以删掉里面的资料 那删掉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delete from哪一个table也可以 OK就是把里面删 但是它没有重新 就是把资料表结构还在 只是把资料删掉 两种方法 哪一个比较快呢 其实droptable比较快 因为如果delete的话 相对它就是足笔 或者是说它慢慢慢慢 相对的如果你资料量多的时候 还是用droptable比较快一点 OK 这个地方可能跟各位讲一下 再来的话底下还有一个叫 我们前面有一个execute execute就执行嘛 那其实如果像我们 insert into的话 其实它就是很多个资料 所以它也提供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execute many 顾名实语many many就很多 意思是说你要写入的资料很多 但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用 其实这个方法你可学可不学 它的好处是说将来你insert到资料库 如果比数很多的话 execute many的它的执行效率比较高 因为它是有点像我先把它放到一个串列 再直接一整批的直接insert进去 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跑回一件事 insert一个下一个再insert一个 再下一个再insert一个 那相对的效率execute many会比较高 不过呢 至于高多少 我也真的有去试过 发现好像感觉不太出来 ok 不过有比较快 ok 至于快多少 如果假如说你不是百万以上的比数的话 其实 没差 ok 所以我可以强调 不是说所有技术你一定都要学 如果没差的话 你可以不用学 有差一点点 所以我还是要讲 因为有差一点点 所以我就把它补充了 至于要怎么用 因为这个我刚开始 因为这个早期是在Java里面有这个 可是我想Python应该也有 所以我就找一下 在哪里找到 在官网的那个说明档里面可以找 所以这边有一个Duck 我就找一下它里面怎么用 至于怎么用 它基本上这边都有说明 只是说呢 它这边有提供就是一个使用的方法 刚开始其实我也不太懂 不过它好像有个说明 就是这边有一个 就是说如果你要insert into的话 excuse many 你变成你要先串一个串列给它 它才可以用insert into 哪一个table values后面就用问号 再把这个串列给它就可以了 那它会怎么样 帮你把那个串列放在那个问号里面 有点像formate 不过感觉又比formate更精简 因为formate是大瓜 这边是用问号 至于怎么做 也许请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连结 我这边点进来 这边有一个 ok 就是这样的写法 本来我是不是 上面有英文有中文 我看简体中文 这边有 不过好像也不是很好懂 ok 里面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如果说你今天要excuse many的话 你就变成要先把它串接成一个串列 再为给excuse many 它就会帮你把资料全部都写进去了 所以说请各位稍微了解 待会我们来看怎么样改写 我们刚刚帮我把excuse改成excuse many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所以刚刚重点第一个就是 如何删除旧质量 并且重新再贿赂新的 那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drop table drop table的话呢 我有把它放在我云端上面 drop table 不过drop table前面又多一个叙述 叫做if if exist 有没有刚好跟create table颠倒 create table是if not exist 如果不存在才新增 但drop table刚好就把not拿掉 如果存在的就删掉 相反的如果那个table已经被你drop过了 没有了第一次执行 当然没有的话你还做 那之后就会出现错误 所以这个删除资料 我在drop table前面会多 drop table后面会加一个if exist 就是意思说如果那个table存在 才把它做掉 ok 那不过这个语法也是一样 它有支援那个像 那个什么 SQLite ok 但MySQL ok 但SS就不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微软的东西好像有时候 跟其他阵营就稍微有点相容性的状况发生 ok 试一下 看看吧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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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